哇塞好大愛喔 好 請準備 這裡是樂森療養院 是大愛劇場頂坡腳上的家 故事主角林業與金一貞 度過一生悲歡的地方 在進入樂森的那天開始 他們的人生就不一樣了 而看似有缺憾的人生 也在接觸此季之後 有了極大的轉折 他們面對逆境的勇氣 穿越苦難的信念與毅力 編織出一篇篇動人的生命故事 在醫療資訊不發達的武林年代 麻風病毒不只侵襲病患的身體 心理的折磨也不曾少過 樂森院友們的精神領袖金一貞 在剛進入樂森時 也曾差一點被麻風病打倒 我是個軍人 在沒有海邊以前 那時候我們部隊住在宜蘭 我的年齡是30歲 這部是個樂軍少校 我不敢叫少年的字 是抱了很多的幻想 很希望自己 好像說有一番未來 部隊裡面我擔任的這部 是一個作戰參謀 因為部隊剛剛到台灣來 要建設很多很多的海防工事 根本我們那個距離 三調零一直到那個河平 那個時候沒有車輛 也沒有帶部的馬片 那個三十七六龍 所以都要靠兩道程 這樣的氣候 因為我是一個等於大陸人 台灣是一個海洋氣候 所以跟我這個兵 加說惡化的原因 在說發的時候發高燒 人不舒服 那麼看醫生 醫生很多醫生 沒有辦法幫不上忙 那麼那個身體上面 又沒有特殊的形狀 就身體有一條 紅紅的一條線 那麼在台大在永種 那個沒有永種叫做三軍 那個羅海空軍第一種醫院 他告訴我的什麼 紅斑眼 那麼我們也不曉得 紅斑眼是什麼 那麼經過治療一個時間以後 又碰到一個日本醫生告訴我 他說你需要到這個地方來檢查 那麼那是台灣唯一的 麻風鑽口醫院 那麼羅生醫院的情況呢 跟現在不一樣 到處都有草 草叢很高 根本本來就抱了一個很大的希望來醫病 結果這個病 一看這種環境 不是陽明的地方 所以自己呢 自暴自棄 那一個自暴自棄 就是說 一個 就希望這個病呢 我化 我化了又死了 還好後來接觸了佛法 讓金義貞得到活下去的動力 更為了讓樂生的佛教徒 有專屬的佛堂 號召願友們 靠自己的力量 一磚一瓦的搭建出來 也就是後來的七連金社 那磚一瓦 快點兒 那磚一瓦 但是他媽媽媽就要去 我那年了 沒有 就想要45千塊 45千塊 學生不夠了 那磚一瓦 我做了神奇日 現在 他從外面去 我做 去 這裡 錢又經常 一台腳 差不多 七八萬塊 来一两天 这无人活着人去 我们并不是等到社会 来帮助我们去复堂 我们的社会 没有关注我们以前 我们开始走 不要花钱的 复堂工作 我们后面山上面 有很多大的石头 我们现在走着这块土地 它完全是一个山头地 所以我们先做的工作 是整理基地建筑的 一个造型的工作 这后面山上面 搬来两万六千多岛 尼巴 那这块长方形土地完成 人 不管身在哪一个 左群里面 不管外面的形象怎么样 它人 人子臭心本山 一个善良的心 并不是因为害了麻风病而没有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这许多人 都包括了 非常地完成 应该说 大家海边住在这个地方 吃的公家 用的公家 医生主义公家 给我们解决了 应该按照本分 倒在冰箱上面 跟医生配合 什么事情都标管 可是我们这批人 没有闲到 那我们的意思呢 除掉金马 一个麻风病人 什么都是举希望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而今天我们能够得到的 一个信仰 因为这个信仰 没有感染麻风 我们有这个机会 给人家平等地接受 金阿贝坚持 要靠自己的力量 所以把退休金 全部捐了出来 对别人都好 却对自己粗茶淡饭 也是这种要自食其力 手心向下的精神 感染了乐生愿有 大家同心协力 终让佛堂落成 1978年9月 正言上人与刺激志工 第一次来到乐生 一个原因 大概这个时期就67年 正言上人是偶然的 正言上人看到院内重症病人 缺乏照顾 因此汇款诊修病房 并且从同年的十月份开始 每个月补助 加菜金和医疗费 五年后 院友们得知 慈激要盖医院 主动要求停止补助 还发起募款活动 号召院友捐款给慈激 让他们有机会付出 体会助人的喜悦 尊敬 让我们非常的尊敬他 第一他不贪 为什么不贪 他说我们生活很安定 我们没有付出都不要收入 我们一辈子都在负债 我们不能再重复再负债 而另外一位院友林业 在乐生超过半甲子 因缘际会下 和金义针搭伙 两人有如家人一般 互相陪伴 后来在金义针的鼓励之下 接触佛法 让他逐渐走出紧闭的心房 五月一夜 五月一夜 Tan 七八九 泥区 二十八 四十八 凳函 清晟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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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山 我跟她說 不可能 我也不可能 我的膽子很小 我不敢 就跟我說 女士姐 你只會睡小聲 說小聲的就是我先鼻子 我那時候說 有一點沒什麼 不是很高興 我也不敢發脾氣 我就跟我說女士姐 不然大聲是要怎麼收 她就跟我說 我大聲的就是現在的社會很需要我們 主席也很需要我們 我們怎麼走出來 我總是問我說 我要走去哪裡 下天並為時 也出夢中 是什麼力量支持我 到處給你們講看 因為我以前廣宿會念誦經 念得非常地大聲 很大聲 我兩早來有一個說什麼 因為我都不理了 可是有這個主席也免花去日本 他就要寫自己一個名字 寫不出來 給我寫一個心 寫一個願 我要來朝經 大概有三年前 有一個常治師傅打電話給我 他說 您幾世 您今年回來 真是幾年 我聽到這句回來 一般人帶這句話 不會覺得很奇怪 回家 可是我幾十年就有家歸不得 也沒有這種人叫我回家 幾十年後的 今天有師傅叫我回家 我真的好感動 當我電話還沒有掛好 我就哭了 那師傅問我 妳今世 妳哭什麼 我是太感動了 這句話 回家這句話 帶我來長很陌生 我有時候常常想 有些人為什麼不回家 有個好好的家 為什麼他不回家 我想要回家的人 都沒有講悔恨 這算人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無奈 也許就是朱自瑜對家的渴望 林業最多同時幫忙帶過 十八個孩子 無常替他們洗衣做飯 宛如母親一般的付出 即使後來孩子們長大 也不願離開林業身邊 一有空就會回來探視他 後來紛紛成家立業 下一代也自然而然 托給林業照顧 讓他嘗到當祖母的滋味 張立芹是當初林業帶的第一個孩子 三十多年來 在金義貞和林業的照顧陪伴下長大 也見證了兩人走向刺激的過程 我是十一歲來 十一歲 我弟弟十歲 到這邊就是 那時候好像國小要生四年級吧 就來了 那到現在應該是三十幾年了 而且那種人家排斥的心態 讓他們萎縮在那個角落上 就是那時候很多 我們慈激的師兄師姐 就是為了了解這個 就那時候開始就很多 我們的那些師姐們 或者是一些會員什麼的 在這邊活動的機會非常的多 那時候他們兩個老人家就 就比較有辦法走出來這樣子 原本不太願意接觸人群的林業 在與慈濟結緣後 也勇敢地走出去各地 講活法 講慈濟 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慈悔啦 那就慈悔啦 你要做到慈而不悔 因為我不是說很偉大 可是我很勇敢 我會給他們看 鼓勵他們 有一點點力量 我們都要回饋社會 自己去求拜念 我們真的不懂 活法還有很多空間 很大的空間讓你去做 因為敬禮法師他有把佛法生活化 每一個人都會把佛法落實在你的生活 然後我們就很肯定 建議法師這一句話 然後我們有因緣 碰到這樣有機會讓大家看 沒有透過直接的管道我也不可能 我發一個願 除非我躺在哪邊就沒辦法 我沒有躺在哪邊 哪個地方 只要知道他是慈濟人 師兄師姐一通電話給我我就去 帶遠的地方我也去 很感恩大家給我機會 早期那時候做慈濟的職業的時候 他尤其是這個環境 在他的心裡頭 都覺得我們這個地方是人家不要的地方 那今天有人要來 兩個老人家是拼了命的做 有時候像來了三四輛的那個 那個遊覽車什麼的 他們兩個就是在這邊開茶會 或者是怎麼樣的時候 幾乎兩個老人家都 中午都陪到兩三點再吃中餐的 機會是非常的多 2012年6月中 因聽聞金阿伯身體為樣 由台北刺激醫院院長帶隊 專程來拜訪當時已高齡 93歲的金義貞 和80歲的林業兩位老人家 你讓你讓我來啦 生女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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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林業師姑身體還算硬朗 不過金義貞則因年事已高 健康狀況大不如前 整個都消下去了 以前看到人很喜歡講話 來 給你 謝謝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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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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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師伯你好 我是台北刺激醫院院長 住天機在這邊 上次你來刺激醫院住院的時候 我有見過你 不記得 聽說你這幾天不太舒服啊 那也聽說你不太舒服 所以今天大家禮拜六下午就一起來給你看一看 身體的關係 金義貞阿貝已經無法像以前清楚流利的表達 因此林業師姑常充當翻譯的角色 你不要翻譯 你就是67年 67年啊 就是我那一年我來的那一年 大學五年級我也來這邊過 就是67年 馬夫人 很長的感受 他說他當初來講一句話 讓我們馬夫人有非常的感受很人生 兩人滔滔不絕地講述樂聲過往一事 默契十足之外 也看出即使身體不變 其精神信念能十分堅定 所以有一個姻緣他來的火龍是感應 那個時候火龍這裡都沒有 整理馬峰比他硬去他想 就說 我有一段時間想就是 那是馬峰反假下來 所以就跟他聊請出來 聊請他以前有一個 因為就是說有人要來了 就是了解裡面的一些那個什麼的時候 他們他也很樂意的就是說 就讓大家來認識這個環境 裡面的人跟環境這樣 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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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s 一彩一彩 空 他 工作費用 我只需要錢 他說很多委員都在他家裡來 說人家 我自己人 自己人 沒有辦法 我會想說 他說我是很多人 因為他是一個出家人 我相信他們說 我沒有親到肉園的 我就不會去親到肉園的家 上年是一個出家人 有的家人都在家裡 他跟家人一起去 今天算 奉上上人的學 有這麼多大衣 還要這樣跟我們關懷 苦人 花人 大人 工作 清潔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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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聖人 用心在經營 如果沒有在台語王 也不可能會這樣 他也很了解 他也很了解 他很驕傲 有啦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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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聽到 有啦 有啦 最後 愛唱歌的林業 零笛錢 為大家獻唱一曲 一曲 兩人 乾燃 六井 有蘭樂器 風 度 水 雙 一切 打 菩薩道 三 佳 我鼓勵 小小红朵光彩舞异 暂日奔着孤心 难得见是一面 就在探访的十天之后 金一针就辞别人世间 但她的精神 与如今能屹立的佛堂班 永存在着超越天堂的净土 变成就是说身体上也出现了个 那个身体的健康也下滑了 那凯伯的他的那个愿望就是说 我能陪在奶奶身旁 所以说凯伯跟奶奶对我们来讲 是真的很深很深的那种亲情 金一针的离去 让林业深受打击 再加上年事见长 身体每况愈下 只能在所住的乐生院舍周围活动 索性张立琴能每天中午 准时去陪她吃饭 风雨无阻 辛苦了大半辈子啦 那就到后期来的话 我们这些做侄女的 当然也是 应该做到这一点 太难了 太难了 不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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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